英國的能源困境 對於當前英國的能源困境 約翰遜表示 英國將繼續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 幫助人民度過因烏惡戰爭所導致的能源危機 約翰遜總結了自己2019年上任以來的政績 快速推進疫苗注射 迅速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降低英國失業率等 約翰遜表示 目前英國經濟正處於艱難時期 但他相信終將渡過難關 最後 他感謝所有同僚 以及英國人民的支持 並表示將支持新任首相特拉斯 新唐人亞太電視張麒麟綜合報導